金砖五国峰会将在明天来开幕 俄罗斯总统普丁并不会出席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启程 在这次的峰会当中 已经有23个国家提出了宣请 希望加入金砖国家来 而扩容以及贸易 就是这一届讨论的重点 由于印尼总统左科威 他也将出席 外界猜测印尼可能会是金砖的新成员之一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2021号启程访问南非 将出席在当地执行的 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 而这也是习近平今年二度初访 预料将聚焦贸易和金砖国家的扩展议题 金砖国家峰会预计22号展开为期三天 将寻求扩大影响力 以及推动全球地缘政治的转变 对此主办国南非总统拉玛弗莎对外表示 南非不会被迫在强权国家之间选边站 据统计目前有40多个国家 希望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其中23个国家已正式提出了加入申请 以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以及中国和南非为首的金砖国家 成立目的就是要为新兴经济体 创造更大的发言权 甚至有意创造货币 以挑战美元在国际市场的主导地位 南非驻金砖国家大使苏克拉尔就表示 有意加入的国家除了伊朗 阿根廷 也包含古巴 哈萨克 委内瑞拉 以及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至于本次峰会将由习近平挑大梁 俄罗斯总统普丁不会出席 但印尼总统左科威会到场 外界猜测印尼很可能成为 这个组织的新成员 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而习近平出发前 透过这支影片强调共赴 借此传达金砖峰会理念 峰会即将登场 全球媒体持续关注 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焦点营秀电影来聚焦 日本最快8月底就会开始将 福岛核电厂核废水来排入大海当中 引发周边各国抗议 就连福岛的渔民都对日本政府 抢推核废水入海做法相当不以为人 根据日美共图社报道 大陆跟俄罗斯在7月时曾经要求日本政府 把废水变成水蒸汽要排入大气当中 主张是核废水变成蒸汽之后 对周边国家影响相对会比较小 也同时向国际原子能总署发送同样文件 我最终因为大气中放射物质监测 比海洋更难而决定放弃 中俄的提案也被日本当局直接否决 最新连线同步来关心烟火肆虐不断加拿大的悲失审 现在进入紧急状态 总理杜鲁道下令派遣军队来救灾 这场堪称史上最大规模 3万5千人被迫撤离 而且在西班牙的加拿利群岛 也持续遭到大火的肆虐 疏散的人数积增到1万2千人 最新的状况 我们时间联系国际中心刘子瑜告诉大家 是的主播 熊熊野火伴随大量浓烟 夜空完全染成一片犹如世界末日的橘红色 加拿大当局指出 目前正经历最严重的野火季节 全国至少有一千多起火灾 其中重灾区就是加拿大西岸的卑诗省 3.5万人因为大火进逼被下令撤离 尤其是在火线最接近的黄刀镇 可说是迫在眉睫 城镇随时可能复制一具 民众有人搭车 有人敢搭飞机 但还是有人选择就地避难 来看一下加拿大民众的说法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下令派遣军队 希望遏制快速蔓延的野火 目前卑诗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并禁止任何非必要旅行 一位避难者和消防人员 腾出住宿空间 另外同样遭受野火肆虐的 还有西班牙加拿利群岛 西班牙当地有超过一万两千人 也是因为野火禁闭小岛被迫撤离 警方指出当地11个城镇受到火灾影响 延烧面积已经有8400公顷 这个面积比4个新北市还要大 情况相当惨重 这次紧急行动是史上最大规模的部署 西班牙军方也投入协助 虽然火势延烧5天 没有发生伤亡 但警方证实这是一场人为纵火 将全力调查 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况 交还给棚内主播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糖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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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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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